在我的记忆中买衣服最不手软的一次大概是30多年前 花了超过一个月的薪水买了一件来自Aspirit的长款羊绒大衣 大衣呢早就不穿了 但那一件大衣穿上身的感觉呢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件质地精良剪裁大方简洁的单品让你优雅又自信 在待人接物举手投足都想做到最好的自己 那这种感觉呢今天在我穿来自Fabric这个品牌的单品时又重新回来了 大家好欢迎回来Grace时尚生活这个频道 这期影片呢来自和Fabric的合作 Fabric这个品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联手全世界知名优秀的设计师 打造出设计独特质量精良以及价格十分合理的单品 那么这期的影片中呢我就会利用来自Fabric的单品 和大家分享讲解六个方法 让我们中年女生如何把黑色穿的高贵优雅又韵味十足 那黑色呢是一个十分让我们中年女性纠结的颜色 穿的不好很容易显得沉闷又老气 但当你的黑色的上妆 如果它的领口离你的脸部离开一定的距离 那么就可以完全避免让你看上去皮肤暗沉啊 脸色疲惫的这种顾虑了 那就像我身上的这一款黑色的低胸婉装 那穿上去呢完全不会让你的脸色显得暗沉 那这款婉装呢就来自Fabric和英国设计师Jack Eisenberg的合作 那Jack设计的婉装呢曾受到过英国凯特王妃的青睐 那大家可以从我身上的这一条黑色婉装裙上 看出Jack的设计功力 那这条裙子呢线条简洁流畅 它的前胸以及腰部 还有它的后面都有一个人造的钻石 那这个钻石呢是小小的颗粒 不是十分夸张 但是呢却又给整条的黑色裙子呢 增加了一丝亮点 并且增加了一丝恰到好处的场合感 那这条裙子呢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条Dream Dress 因为它完全呢修饰和美化优化了我的身形 那穿上去呢就是给你带来一种特别优雅 特别自信 让你的举手投足都不自觉的高雅起来的裙子 那这条裙子呢我能想象我自己可以穿很多年 很多不同的场合 那么我穿好了以后呢 我还可以把它传给我的女儿来穿 这条裙子呢我穿的是小号 大家可以看出来十分的合身 仿佛像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 那比如说像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啊 像我们北美有的Black Tie Wedding啊 那这条裙子呢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那裙子的链接和我为大家争取到的折扣嘛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中 给有兴趣的朋友呢做一下参考 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细节呢想提醒大家一下 我自己呢胸型比较小 所以在穿这种低胸的晚装裙的时候呢 很怕走光 那大家看一下左边呢就稍微有一点点空隙 那么我家里呢就备有 我这个是在TIM上买的叫做Invisible Double Sided Tape 就是一个双面的透明胶 就是那么小小细细的一条 你把这个两粘贴纸撕掉以后呢 就是一个透明的胶带 那你看我左边呢贴过了透明胶带 你看它所以就很服贴 没有什么空隙 那右边呢就会有一点点空隙感 你看左边就完全没有 所以大家在穿这种低胸晚装裙的时候 不管是你的胸部比较丰满也好 比较小也好 用一下这个透明的双面胶 也Secure一下呢 感觉呢更安全 那如果你喜欢长度到膝盖的小黑裙 领口呢开的稍微高一点 不要正视感那么强 那么我身上的这一款裙子呢 也完全可以穿 你只需要在领口处加上珍珠项链 你珍珠项链可以反衬出你的脸色很白 而且把黑色和你的脸之间呢 有一个隔断层 那同样呢可以避免让脸色显得暗沉的顾虑 那这款小黑裙呢是来自Fabric 和上海华人设计师Caroline Hood的合作 那Caroline呢曾经在大名鼎鼎的Jason Wu和Tory Burch工作过 那他设计的这一款限量版的油化效果的小黑裙呢 可以说是效果让人惊艳 这款小黑裙的用料呢十分的高级 它的外面呢是90%的精细绵羊毛加10%的桑残丝 那里面的衬理呢也是100%的桑残丝 那它的高级感呢就来自这个材料本身的材料组成 那大家看一下我后面给大家看它有一种很高级的光泽感和质感 那Caroline的设计风格呢大家可以从这一款小黑裙中体会到 就是十分的生动层次丰富而且呢十分的个性化 那香港个性杨谦华呢就曾经在一次演唱会上 穿了由Caroline设计的也是花朵造型的演出服 这条裙子的A字形的版型设计呢 对身材的包容性呢十分强 大家可以看出来它会把你的腰部你的腹部完全的遮盖起来 那如果你是苹果型身材 比如说你的腰啊腹部啊比较厚实 那腿呢相对来说比较细 那这条曲子可以说是非你莫属了 这款连衣裙不仅十分有设计感 有艺术性的美感 在实用性方面呢也考虑的十分周到 它两边各有一个手插带 那插带呢做的有一定的深度 所以你平时如果需要临时放一下手机啊 放一些小东西啊就很方便又顺手 那它这个插带的内力呢也同样采用100%的桑残丝 做工极其的精美 那这里呢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一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有启发 别忘了点赞留言告诉我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在每星期发布新视频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跳到你的YouTube主页上了 好的我们继续 那2 over 1是很多时尚达人呢 经常在使用的一个穿搭方法 所谓的2呢就是指两件材质不同的黑色上装单品 用来搭配浅色 比如说白色啊米白色的下装 那十分容易打造出高级又时尚的造型 那我如果只穿里面的一件黑色的棉麻背心 那看上去呢就是简单又基本 完全谈不上时尚和优雅 那当我外面套上这一件同样颜色 不同质地有一点设计感的小背心 那整体的造型呢立即就时尚和高雅了很多 那这件小乡风马甲呢来自品牌Fabrik 和设计师Alex Roughton的合作 那Alex Roughton呢曾经供职于Cancel 和Karl Lagerfeld 那他现在呢是在Chanel的高级定制组工作 那这件背心呢就完全体现了Chanel的小乡风风情 那通常来说黑色的小乡风马甲呢容易显得老气 但是Alex在这件马甲的设计上呢 就用了白色的边花滚边 将袖子啊领口啊以及前巾呢 都做了一个白色的粗花滚边 再配上银色的扣子呢立即呢给这件黑色的小乡风马甲呢 增添了一丝轻松感和灵动感 那么另外这件马甲呢由于它是一个扩板型松身的设计 所以你穿上去后呢不会觉得任何呀闷热呀沉闷的感觉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轻松的外搭 让你的穿搭呢更有层次感 看上去呢也更时尚 那Alex的设计风格呢就是将亚洲的文化和欧洲的时尚呢 巧妙的融合结合在一起那在这件小乡风的马甲上呢就完美的体 体现出来了那这种two over one的穿法呢你在下面无论是配一个浅色的裙装 一字裙侧开叉裙或者是白色的长裤或者是白色的裙裤都会很好看的 那和黑色搭配在一起最显高级感时尚感也最能衬托烘脱黑色的单品呢就是米白色了 那我个人的衣橱里呢有很多黑色的下装比如说黑裙子啊黑裙裤啊黑长裤 那么我就会选一些有设计感有特色的米白色的上装呢来搭配我的黑色的下装 这件上衣呢来自Fabric和Victoria Chan的合作 那Victoria Chan呢在我心目中呢可以说是一位设计小天才了 他在高中刚刚毕业的时候呢就已经打造出50件单品成就了自己首场的时装兽 而且不久呢就受到了北欧时尚界的青睐 由于他的设计呢特别的简洁风格呢有一种建筑的美感 连瑞典的王妃Sophia呢都曾穿过Victoria Chan的设计单品 款上衣呢是一个十分轻薄的薄泥的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质感 薄泥的材料里面呢有衬理所以完全不会透 那么它的领口也好胸前有一根斜线的装饰 加上它的袖口都有一个材料本身的装饰 那看上去呢有一丝灵动感层次感看上去呢毫不死板 那当你用这一款米白色的上衣配上你的黑色的下装 简单的白色配黑色那看上去是不是又时尚又高级呢 那这款米白色的上衣呢真是可以搭配的很多 不仅配黑色那配其他的深色配牛仔都可以 如果你平常出门不想穿的过于正式 又想穿的呢跟平时有一些少少的不同 那这一款上衣呢再合适也不过了 那跟这件上衣成套的呢其实还有一条 质量设计风格完全统一的裙子 那这条半裙呢跟这个上衣配在一起穿呢 像我视频影片中这样看上去呢就十分的正式了 那比如说你在工作中啊有正式的presentation呢 你可以穿这一身比较正式的场合呢 你可以穿一身的米白 那当然了你可以把它分开来穿 那这一款米白色的半裙配深色的黑色的 上装外套呢也同样的好看 那这条裙子呢也是同样有内衬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透的问题 那大家看一下它的材质的激励感 那Victoria Chen呢就很善于利用材质本身的 激励感和这种特殊的材质来体现它设计的与众不同 这款半裙的设计呢可以说是激进完美了 它的两边呢各有一个斜线型的手插带 那这个斜线型的设计呢以前讲过 可以让你的胯部呢看上去呢比较窄一点在视觉上 那它这个口袋呢不仅仅让你在穿裙子的时候 手有地方放 而且它的口袋呢大家看有一定的深度 那说到夏天呢一定不会错过花裙子 那比起五颜六色的花裙子 黑底加上米白色图案的花裙子 既不是花裙子的浪漫风情 那看上去呢又更加的经典 还带有一丝丝现代的气息在里面 我身上的这一款黑底米白色花纹的半裙呢 就来自Fabric和设计师Elizabeth Morling的合作 Elizabeth呢她以设计图案而闻名 她有一个绰号叫做The Queen of Patterns 那这条半裙的图案呢就是她亲手设计的 那同样是图案呢这款图案大家看上去是不是显得很高级 而且她的布料呢尽管她是一个100%全棉的布料 但她的织法十分的细腻 所以看上去呢有一种不像全棉像针丝的感觉 那其实她是一个全棉 那另外呢她的设计细节上呢也很有大牌的分范 那一个半裙她的碎者呢大家看 她不是从腰间开始 她有个弧线形的雕塑感的这个平坦的设计 那这款设计呢在你穿上以后呢 她不仅可以让你的小腹部位显得特别的平坦 而且呢比那种从腰部就开始有碎褶散开的裙子看上去呢 让你更加的优雅更加的有设计感 那有一句俗话说好设计的服装可以让女性显得更加的优雅 可以成就一个女性的优雅 那用在这条裙子上来说呢就一点都没错了 那这款花花半裙正是由于她这个设计细节 你就可以度假休闲穿 那当你换上一款比较修身的马甲呀 或者比较挺阔的白衬衫呢 你可以上班去穿 那画一个淡妆对中年女生来说呢十分的重要 特别是当你穿黑色的上妆的时候一定一定不要省略了淡妆 那如果你真的很忙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化妆 那么就不要省略你的眉毛腮红和口红这三步很快也很容易上手 那我最近最爱用的几款化妆品呢都来自花西子这个品牌 以前呢我曾经专门出过一个专辑介绍它 我把链接放在上面给有兴趣的朋友呢做一下参考 那它的眉笔呢真的是十分的好用 十分的容易上色也不容易掉色 那么它的眼影呢 我是刚刚入手的 因为我准备外出旅游不想带一大盒眼影 那它这一盒小小的四色眼影呢 这个粉色呢我就是今天用了做腮红 那这个粉色的可以做亮光 那这个可以做眼影和鼻影 那米白色的珍珠色呢可以用来打高光 所以小小的一盒四色眼影把所有整个脸的颜色呢都解决了 那这个粉色用来涂腮红的效果呢其实很好 所以呢我下期出门旅游只要戴上这么一盒就可以了 那口红呢很多朋友问过我 Grace你的口红是什么牌子的 我在涂口红的时候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一定会涂两层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为口红的颜色很漂亮但由于我们的嘴唇 已经有一个底色了而且有时候底色呢比较暗淡 所以当你把两层口红涂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最近最爱用的这两个口红呢也是来自花西子 那我会把这个色号呢放在视频下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花西子最近好像在举行夏季促销 我也会把这个产品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 那我用的呢是这一款颜色做第一层 那它的颜色色号呢是132 然后呢我会另外再涂一层在上面 两层都涂上去后呢就会达到一个比较丝绒般的效果了 那今天视频中穿到的这一双细带的凉鞋呢来自一个韩国的品牌叫做In the Star 这是一双全手工打制的皮质凉鞋 十分的舒适 新鞋上脚呢完全没有磨脚的感觉 那我之所以选择这一款凉鞋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它有一个很小的高跟 但是这个高跟呢不是很细 大家看一下是比较占地面积比较大的 所以用来走路呢既可以增加身高 而且走路呢不会觉得脚很累啊不舒服 第二呢就是细带 那它这个细带呢很有讲究在里面 我的脚呢比较宽 通常穿细带凉鞋呢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但是在夏天有的时候穿一些裙装的时候呢 你需要穿一些细带的凉鞋 但这双细带凉鞋呢它设计的十分巧妙 你看它前面它会把你的脚包起来 所以让别人感觉你的脚呢视觉上只有这么宽 这么窄 看上去呢没有这么宽 所以它这个包上来的设计呢十分的巧妙 完全就是为比较宽脚的女性呢量身定做的 那它的这个袋子其他的这个袋子呢 做的呢就比较精细 那这个细带凉鞋呢穿上去十分的舒适 十分的跟脚又有细带子的精巧和精细 那链接呢我也会放在下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今天的黑色穿搭分享技巧呢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启发 谢谢你的时间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星期不见不散